老婆怀孕时老公应该做什么 孕一月提醒她吃叶酸吃钙片 给她吃富含维C的水果 主动承担家务活 孕二月时刻注意观察孕妇的情绪 每天父亲孕妇需要注意的各类事项 反思自己做的是否到位 孕三月陪她一起去产检 给她买好宽松舒服的孕妇库和哺乳内衣 孕四月给她准备缓解孕吐的食物 给她拿一兜又一兜的快递 毕竟女生最喜欢拆快递了嘛 孕五月和老婆一起记录宝宝胎动 每天坚持给老婆的肚皮做护理 孕六月陪她一起适当运动 带她出门逛最喜欢的商场 孕七月陪她准备孕妇枕帮她穿袜子 定期带她去做产检 孕八月陪她去拍孕妇照 带她去兜风秋游 陪她一起装扮家里迎接圣诞节 吃她最爱的火锅 孕九月半夜吃骨痛给她按摩 陪她上厕所准备代产包和宝宝的衣服 孕十月提前找好代产医院和医生沟通 生产前无时无刻都要陪在老婆身边 有条件的一定要进产房陪产 最后生孩子并不是孕妈一个人的事情 转爸爸要和孕妈一起度过虽漫长 但美好的十个月 要一起努力迎接你们家的新成员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